中阿藏的大歌 吹满雅 呼呼一呼呼 仰丽呼一指出阿娘 五千里南北动脉 两千年古国兴衰 中国大运河 作为人类历史上开凿最早 规模最大的一条智慧之河 流经的每一处都是一片活泰的史诗 而扬州正是这部史诗的开端 大运河的起点是在扬州罢的 运河起扬州升 运河星扬州盛 一条运河孕育了扬州的这座城 天花三月下扬州很向往的生活 这一次万里少年团来到与大运河同名的扬州城 在精致于悠然的市井烟火中 感受大运河所带来的浪漫 与壮阔 大早餐就卖猪蜂 他这猪蜂 对 他早餐好硬啊 扬州是美食之之都 扬州是国际组织评出来的 现在可能中国人有美食之多的只有五个城市 是吗 那得好好吃一吃 对 我们进去吃早饭 那咱们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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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及待的喝不及待 咱们在这点啊 您好在这点餐啊 这早点这么多品类 很丰富的啊 我想要那个干拌面配腰花汤 腰花汤啊 对 这儿好吃啊 那我也来一份 这样呢 那我感觉应该跟着你们试一试 那来一份过去吧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那就落座了 好 落座 刚才我跟司机聊天 他说他早晨七八点钟起床 上午辛勤的工作 中午喝点小酒 然后下午呢去泡澡 对 说那个扬州人叫 早上皮包水 晚上水包皮 就是早上就喝早茶 晚上就喝早 晚上就喝早 咱们这来了 腰花汤 腰花汤 这两个配的吃是吧 对对对 吃吃喝喝 吃一口这个 吃一口这个 尝尝这干拌面 美食之都的早点 你别说这俩搭配吧 确实还挺好 对吧 还挺滋润的感觉 大道质简啊 是吧 我以为到南方的早点 应该是粉呢 或者是那种米类的东西啊 但这早点就是 这种面特别北方 所以扬州的餐食啊 它是南北搭配 嗯 但吃面有两种 扬州一种呢 就是咱们这个 是比较粗犷的 面短 明白 另一种韵节 是吧 今天吃精细的 吃茶食 为什么咱们这个就 狼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好 来来来坐坐坐 今天早上我不当讲解员了 今天早上我当总厨了 来坐 好 哇 早餐就这么讲究 对 不见咱仨人这么大一桌 这边是解粉煮干丝 这边是千层油 很高 传说有64层 哇 好吃 嗯 而且这个早茶呀 在扬州啊 特别有传统 你看这就是传统卖果 来来来 好 这么吃 就是先戳破 戳破了之后 把这管呢插进去 然后慢慢的吸汤汁 这包子咱们今天就点了三种 实际上有一百多种 今天咱们吃的这个 岩上五丁包 这简直就是包子中的天花板 绝了 对 掰开的一瞬间 哇 好吧 能这么讲究的吃的地方 它一定有原因 比如说呢 它肯定是一个自古以来 比较富庶繁荣的地方 留下这种传统 另外一个呢 它一定是文化很兴盛的地方 要不然就讲究不起来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揚州的年轻人也这么讲究过 也讲早茶呀 他们也戳背呀 对呀 真好 舒适 这么讲究生活品质 突然间很羡慕 来了不想走了吧 揚州有名的东关街 中国历史晚明街 你看它这个街都很有特色 修脚 修脚 炒饭 全是跟揚州有关的 对 揚州有这个三把刀非常有名 知道吗 揚州那你肯定有修脚刀有没有 修脚刀 菜刀 还有菜刀 还有一个什么刀 剪刀 剪刀 剪刀就是裁缝啊 三把刀指定销售点 真的 现在哪个刀卖得好啊 菜刀 菜刀卖得好 菜刀一般人能用 这一根三种刀 它已经是变成套件了 就好了 刚才都在了 其实手术又需套装那个 这个刀 这个刀 这个菜刀 揚州的菜刀为什么好呢 又还不对啊 风力 风力啊 三百九十八 一套 一套 不贵 谢谢您啊 谢谢 良心价格 剩下好吧 还行 一般也用不太上 一般也用不上 好 走 灌井了 灌井 你们先吃完早饭呢 对 听说你们吃的特丰盛 哎呀 那可是太丰盛了 都吃什么了 你说说 有有有有有 有包子 包子 这种包子 一桌子 一桌子 同样都是早点子 差异那么大啊 我们那个热气腾腾的 大早上吃腰块汤 你能想象吗 这集咱们为什么到扬州呢 因为这是第一次拍大运河 嗯 在大运河的历史上 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大运河第一产 大运河的起点 是在扬州挖的 嗯 第二就是大运河变成 35座城市里面 一共有不到60处遗坛点 10个在扬州 哦 还有呢 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 06年开始 启动申报世界遗产 扬州呢 就是自高奋勇 当牵头城市 在扬州开了好多好多次会 张金老师做这个 整个文本 都是在扬州启动的 2014年 正式进入了 世界遗产运河 所以中国这些 第一个城市走扬州 我觉得还是 这个是对的 嗯 那扬州咱们这次来 是不是看的地儿也特别丰富啊 应该 是不是也得 也得又又得分线了 还是分两条线吧 吃包子的那一条线 吃面的那条线 咱们一条线呢 咱们走古城 就吃包子这种 蚊 蚊 一走走蕴蚊 我们吃这个腰花糖的 那咱们出发 走 出发 好分头 这如果太阳再大一点 喝点茶 哎呀一呆呆成一天 对 再开开伞 哎呀那过瘾了 这一天舒服 你感觉是在那个 景山公园遛鸟的这种感觉 哎呀您说对了啊 就感觉呢在这种园子里 节奏很缓慢 很向往的生活 心情就不一样 对 年华三月下阳洲吧 哎 这条小径 再加上两岸的垂柳 特别有意境 走在这儿就有点 走在这个堤上的感觉 是吧 前面这是寿袭湖里 最经典的拍照打卡地 钓鱼台 非常有名的 就是这三个框景 框 中国园林特别讲框景 嗯 这个很有意思 框景 框 镜框的框 而且通过运动啊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景 哎 你是跟镜头在一似的 是吧 您们这边慢慢来 看到四座桥 桥上面有三个小房子 五亭桥 五亭桥 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中国文人啊 中国审美里边 愿意讲究的东西 就是一眼看不穿 中国园林一小见大 怎么一小见大 就这么小小一亭子 搞一月亮门 把远远的景收进来 就是一个艺术感的处理 哎呀 带着小车来接你们了 终于有饭吃了 有茶肯定有茶喝 有点心 那我上了啊 慢一点啊 低头低头低头 哎呀 沏上茶 这是安静白茶 白茶啊 嗯 姑娘你这谣传 在这儿 这工作做了多久了 今年是第八年 工作八年了 累吗 不累不累 她用的是巧劲 你觉得要我来试我能谣吗 有点累 周老师 一船人的 周老师 我们先拔住了 安全都系在这儿 我感觉我讲的比那个姑娘 还显得有劲儿一点 右手放这边 然后左手放那边 打结的那个地方 打稳了 对对对对 然后是手腕转动 手腕转动 一个拉 一个推 手腕要转动 推 拉 两边力气一样大 就是一个直线 其实 其实对 好 我来松开 你来试一下 但她这个角度不太好掌握 你看她是 在一个球形的轴上在转 那就得360度转 那这手腕很费力 有点偏 船偏右了 船头偏右了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还是让姑娘来 为什么这叫瘦西湖呢 很瘦吗 其实真跟形状有关系 当时有一首诗 然后描写她的景色 确实把它和西湖相比 然后呢 讲她这个形状非常狭长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这首诗我忘了 记不住 你不是从那个点开始 我觉得这姑娘肯定知道 来姑娘给我们讲讲 瘦西湖 其实是因为汪汉 对 她写了一首诗 垂阳不断 皆残无 艳齿红桥 演画图 也是硝金一锅子 故应换作 寿西 多美 多舒服 咱们今天享受的 这就是延商当年享受的生活呀 真是 当时她那个延商吧 跟一些文人呢 都是好朋友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 大家推动了扬州文化的发展 大家就觉得挺奇怪的 这个扬州的延商 到底是哪来的呀 是吧 为什么这延商都在这儿呢 它其实呢 它是两淮延商 指的就是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 这其实有很多省份呢 河南啊 江西啊 湖南湖北啊 这些延商啊 都集中在这儿 相当于是古代的五流中心 等于是古代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移民城市 移民城市 而且都是商人的移民 他们汇集到这儿一块做生意 那就不得了 繁荣的不得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相互的 它经济好了 它有钱了 它就会产生卢书人 然后就这种文化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对 所以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丽的园林景观 对 这是跟那个运河很有关系 没有运河就不可能形成这种了 豆野园 对 里边有个豆野亭 这个地儿其实真是来过好多次了 我来过好多次了 震宝市遗产的时候 这已经在等候我们了 这是工院长 工院长 你好 工院长是我们老战友 我们都在文物系统工作很多年 久仰久仰 你好 你好 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 工院长是江苏省的文物局局长 现在是南京博物院院长 我们这个地方是大运河边上的一个 哨部的铁牛是镇水的 镇水铁牛 我看到在里面 那这铁牛是什么年代的 清代的 那能保存成这样的不容易啊 对 当年是叫运河边上 以及淮河的下游 像这样的镇水的铁牛非常多 这是我们现在留下来的 比较好的一个铁牛 跟蒸牛差不多大 是 是 它这这个河道是一个分叉的 是 我们可以先可以看看这个河道 这个河道就是大运河 哇 这现在运河能运这么大的船 是 这还是真是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大 那个是航标灯吧应该是 对 这航标灯 到这儿告出路口大了 是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河道就是大运河 这个从北边又在往南走 这条河道是通到我们少博古镇的 少博古镇的 那这条线直接往上是到哪 这个就是直接往上 就往北了 就往北京去了 去北京了 往北京去了 但像现在是以观光为主 还是货运为主 货运呢 就还是以货运为主 是是是 其实扬州的运河 就是在中国大运河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全过程 早期的寒沟 是沟通了江淮 公元486年 对 江就是长江 海就是淮河 那么到隋唐大运河的时候 隋阳地台大运河 扬州也是一个重要的点 那么到元代财外取得的时候 扬州也是一个重要的点 也是重要的点 人家到北京去就更近了 三个阶段都是最重要的点 是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的模型 我们可以去看看 哦 这样比较直观了 对对对 看一下这个 挖一下我们的运河 规划一下 对对对 这胸怀天下 太大了 它主要的核心在哪 我们说大运河的架子 大家都在谈 大运河为什么重要 它主要的架子 是把我们江淮平原 和江南地区的丰富的沃产 运到首都 这是最 就是历朝历代 它都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这么一个线路啊 大家可以是不是可以找一下 这个河 如果您看您怎么看 我们准备了几个道具 你们可以挖挖看 这 这个就是 你拿这铲子呀 我突然感觉到施工的难度了 对 咱们是挖嘛 挖出一条沟 洛阳 好 咱是不是先画个线在 对对对 咱在线的基础上 省了咱自己又挖毁了 对 那早期的运的时候 吴国都城在南边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开叫寒沟 从淮河到长江 然后再到中国 随阳帝的时候 随阳帝的时候 就是这两头了 是吧 落阳到郑州 到郑州了啊 肯定得落开封吧 完了郑州到开封肯定 开封 开封到淮北 淮北在这呢 宿州有吗 到宿州 宿州 然后呢 宿州到淮安 淮安到扬州 到扬州 这是就是我们说的通济区 对 通济区到了扬州了 对 然后江南运河 到扬州之后 就变成江南运河了 江南运河 扬州到镇江 到长州 到吴溪 到加兴 那到宁波这条呢 折东 折东运河 从杭州到宁波 对对对 这是随阳大运河的一段 那么还有一段 从洛阳 郑州这边 一直往北京 用军区 对对 往北运兵 往南运梁 往前进 苍州 回到北京 到这个就是 卓州 对对 就就完了 哦 这是随堂大运河 那么你看 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话 到原代 北京成为首都以后 太远了 裁判起直了 就从回安 说起 早上 太安 节省了一千公里 特别像打通血管 对对对 肢体的输氧量就上去 行行行 那我们挖一下 要怎么挖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浩瀚的工程 是吧 那我来挖上一条河 来 中国人这个自古就是这个基建就厉害 这么大的工程 水洋地挖这个寒沟时候就动员了十万老百姓 光寒沟就十万 当年的随堂大运河实际上是自然的河段 自然的湖泵 它连起来 这是不是打通了五大水汽啊 那当时它其实遇到山还是要绕弯一下啊 它基本上就是大型的山它都避开 避开 丘陵地区呢它就是用水工智慧通过船杂 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水工设施 就让当时的船可以我们叫翻山越岭的过 就有点像今天三峡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还是得阴势力道 这还不能硬着干 对 对 我们差不多都给它开出来了 这个出具规模了 可一下就南北交融了 这么浩瀚的工程 被咱们纸上谈兵的一会儿给弄完了 好 运河我们几个把它挖通了 我们通通水看它能不能通好吧 从北往南流啊 好 哪儿不通我再给你捣一捣 对不通你该进出下铲子 好的 走了啊水来了 好 来了来了 可以流了 分岔了 可以可以可以 流过来了 两道都有水了 好让它快速的走一走 全线都有水了 全线中水了 好 好 好 还有点成就感 有点成就感 好 鼓掌 像这样的水利的工程 还有很多智慧 很多智慧 很多的河 还有很多大湖 它串联起来寻找的地形 走得巧劲 巧劲 对 走得一势力倒的劲 嗯 因为南北的地势 其实高差其实挺大的 所以它就主要靠 老师靠什么呀 水工智慧 其实枯充大银河呢 就是也要枯充大银河的船杂 所以我们下面到船杂去看看 好啊 那应该很有意思 杨州这个地儿应该跟皇家联系 还挺密切的 是是是是 当时隋阳帝也是嘛 就他开了这条线 对 然后到了乾隆皇帝 还是走了这条线 不肯回去是吧 这是大运河上飘来了死心城 这个杨州吧 你看那个古诗词里说的多好啊 你像现在有一句很很网红的话 叫春风十里不如你 其实那是来源于杜牧的两句 春风十里不如你多美啊 对 春风十里 小的是杨州姑娘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现在杨州就说 我就是春风十里 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大IP 当时那延商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那他们背后肯定是有金融业的助推吧 真说对了 沿商呢 他们也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的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这种金融机构啊 来支持他的这种资金运转 比如说当铺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个当铺的问题就在于呢 哎 他的利息就比较高 付出的代价就比较高 现在借钱比较方便 一个APP就能搞定 比如说杜小满金融 不过咱们现在做生意就方便了 很多朋友就在用这种杜小满 他呢一方面利息又低 然后到账又快 贷款的额度还大 这就解决了很多年轻人 一开始起步创业的问题 资金周转也很方便 是的 现在生意人呀 在做生意的期间 也肯定会有困难的时候 我要装修个店面呀 要进个货呀 这个时候就可以找杜小满帮忙了 下载了杜小满的APP之后呢 每天去签到就可以参加一个抽奖活动 有的是可以抽考古盲盒呀 景德镇的瓷器呀什么的 现在整个金融的这一套系统和文化 现在也关联越来越密切了 来来来 请 走走走走 那我们接下来是去那个西春台吗 对 西春台 您看这上面写着春台祝寿 这是当时呢也是皇帝南巡的时候 给皇帝祝寿 所以岩商也建了这个台子 这也是岩商建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纵观整个寿西湖景色的一个地方 景观特别的好 正好可以一望无际 走 当时很多外国元首到扬州来 他们也都是登这个西春台 特别是在上面眺望整个寿西湖的全景 这里就是寿西湖最佳的观景点了 西春台 这真的是漂亮 是吧 一望无际 纵览全景 这真的难能可贵 你看后面居然但是看不到高楼 就全是这个景观 对 我觉得这跟乾隆皇帝来这看的景观 应该是一样的吧 没错 就是为了保持这种历史环境啊 当时整个这个区域呢 用放气球的办法来测定我周边建设的高度 放个气球如果能看见气球 那是说明这建筑不能那么高 不能让它露出头来 它一定要比能看见的高度小 演映在这个树林的树冠之下 就不需要高楼大厦 对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到这么一片美丽的园林 多亏当时整个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的控制 我就站在那上面 我居然没有看到任何的高楼大厦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可能中国每几个城市能向扬州保护得这么好 其实少博沿岸过去 我们的大运河有好几道 我们历代也不断地在枯建 枯冲大运河呢 就是也要枯冲大运河的船杂 所以在少博也有一号杂 二号杂 三号杂 现在就能看船杂了 我这已经是那个 少博船杂 对 到船杂了 这个船杂是自古就有吗 古代的时候也有 这个船杂是近代的 近代 这些就已经在这排着队了 咱这船多大呀 这船 那小船能并列的两个 那后面还有更大的远处 正远的 那个好大一个 有点意思 就那个杂上面水位高吧 这个杂中这边水位更低 对 很明显 大概这两个船之间 大概两米左右的高叉 但从一个高的到中的 再到低的 好有意思啊 那么通过这样的高叉 就是运河的水 不是我们有高高低低的吗 等水放满 放满 如果是它要往上游去的话 把这个水放到 跟上游平的时候 它的杂门就能打开了 它往下呢 就得那个水卸到 跟那个平的才能过去 水上阶梯真聪明 这样的杂口从徐州苏迁 往山东去 我们有12个现在打 12个 对 那现在这些都在等吗 都要等水位 我问一下那个小哥 小哥在晒太阳 挺好 别穿主啊 这拉的什么货物 拉的大麦 大麦 大麦 哪儿产的大麦 也是中产 是帮忙运出而已 对 但他们就应该就是 一年四季就在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闸室内一开始输水 请将船身推开 带火来时 加强至弯 注意闸室内输水时 自身船身安全 要走了 是 是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枢纽 是 你看我们说话的 这个大概两三分钟吧 这个水好像已经上去了 上去了十几公分了 对对对 看得出来 十几公分了 20公分了 可能还不止了 这个咖啡色那 很快就没掉了 很快 是挺快的 是 整个时间我估计也就是 20分钟 效率真高 所以这几个船杂 同时怎么输中的船 而且就是24小时不歇吧应该 对 它这有船过 我这跟泉州港联系起来 我就觉得能感觉到 这海上四处之路 然后再到内陆的这种 这种集散的这种场景 对 洛阳的中欧班列 对 海运 水运 陆运 是吧 这一个大动漫 真是 快到了 开门了 就是说话街 那边已经在开砸了 开了砸船就往上走了 我还开始动了 你家已经往外开了 前面往前走了 往外开了 你实际是看到了一个货船 在船渣里 很快那水就涨起来了 然后升到了水位 它就放行了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活的 运河的那个状态 大家停着不觉 这一开起来 还是觉得是个庞然大户 呼呼一下就起来了 1618号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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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上工程最复杂 付出人力物力最多的运河 它浸透着无数仙人的血汗与苦难 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也滋养出两岸独特的运河文化 它这条街很有意思 市民自发形成的一条小街 所以很有趣 你看这个编程书店 很有意思 这老板修复古迪的 人家现在还在那修着呢 不错 特别有文化品味 一看就是扬州 这条小街晚上亮起来 还挺有意思 谢谢 这就是这儿吧 就是这儿 这写着呢 江苏省飞舞者文化遗产 融花制作记忆 您好 杨老师 您好 杨老师 您来看一下 这是杨老师的作品 这个梅花很好看 这梅花真漂亮 真漂亮 那还有一幅巨幅的画作 是融花做的 连羽毛都是绒条做的 眼睛也很传神 老师 您做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花了大半年 大半年 好看 好看 融花在扬州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一千多年 对 她唐代的时候 就进入宫廷了 就是那些冰飞们头上的那种绅花 而且本来戏曲上面的头饰什么的 是不是也融化 对 也是融化 也有很多 对 家里吉宫什么的 都是带个小龙花 红的这样子 古代时候这需求量很大 因为几乎每个人头上都带 对 至少女士是都带的 以花为美 对 对 小老师 您教我们做做看 好的 我先教你们一下 胸毡 我现在教你们做花瓣 花瓣这样抓着 轻轻地这样挽一下 捋一下 然后再冰起来 冰起来以后 这样缠一下 缠一下 对 这是一个小花瓣 一个拧下去 对 我是真没想到 我居然跟 两位姐姐来做手工来了 我来做融化来了 风花学院嘛 你看咱们这个 咱们这路是学生活 下面你们做成小花 拿三个花瓣是这样 把这三个花瓣捆一碗 对 捆一碗 把五个全部缠上去 把这个枝干粘在一起 把这个胸针 这个胸针 还要把胸针碗里 好 好吧 加油 太不容易了 太难了 牛牛牛你好心灵手巧 非常好牛 好漂亮 好漂亮 你绝对一是一家 对 打了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蹦出这么一几层来 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成功了 这个颜色还真的好看 这东西它就得验呢 不验就不好看 对 我把我这个送给你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您确定不回去送给江老师吗 我们家没有 没有适合带花 这还真是冬天 辣霉的颜色是吧 对 太好看了 大师姐把这个也擦上吧 别呀 和这红绿灯了 红黄蓝 三原色 我觉得扬州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城市 但是它却是一个很安静的城市 在扬州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当地的扬州人的生活的状态 他们有着高质量的生活状态 慢悠悠的 他们关注生活的本质 感觉他这个朋友厨艺想必不一般呢 蛮舒服的很安静 这个应该就是 您好 老师好 您好 您好 您是工院长介绍我们来找您 学扬州炒饭 来感受一下正宗的扬州炒饭 欢迎来到扬州 来扬州 来扬州 我看看你把衣服穿上 把衣服穿上 把衣服穿上 对 它是清空满汉全席的名菜 以前说扬州炒饭是隔夜饭炒的 因为隔夜饭 在以前来说 用不完 第二天吃 加点小虫 加点鸡蛋 一炒 它就变成扬州炒饭 说明扬州人民很朴素 很积极 到了鲜蛋 我们为了美食 为了健康 我们就选用 热油 热锅 热饭 并不是说一定要隔夜饭 对 但扬州炒饭加的这个 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配料 因为你看小店大店 各个地方加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应该加什么 扬州曾经出过一个扬州炒饭的标准 它主要是意味着就有十种配料 这十种是肯定不会少的 有小虫 有海参 有火腿 有虾仁 有香菇 有冬笋 鸡蛋 葱白 鸡肉 青豆 这个就是炒饭的这个标准 这么多 那佐料比这米还要多 对 我们正常是一比一的 一比一的配料 好吧 那我们来炒一个给大家尝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来吧 来吧 热油 热锅 热油 这么多油 对 炒饭用这么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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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盘 这不叫炸饭吗 洗澡吗 没有 家里过日子一般不敢这么放油 一口油感就倒入了 要把这个鸡蛋先打成 炒成丝了 大花 好 把这个油拌开 拌开 好 好 对 正好 好 看 这个鸡蛋松菌 成了 精灿灿的 这时候 这个猪油要加进去 葱白 葱白主要是让它变香 这就能理解了 对 炸锅 香香香香香 对啊 这时候下米饭 这时候干米饭 对 这时候 金色的鸡蛋 这顺序的 在这个银色的米饭上面 这个鸡蛋 全部把它 生鸡蛋包裹在这个 米饭上 这时候加上鸡蛋松 这里有两种鸡蛋 这时候 两种炒饭的鸡葱板 已经好了 那就是小葱鸡蛋炒饭 好 这时候要加配料 先昏的先来 鸡肉 虾仁 火腿 海参 瑶柱 先昏的 对 这是要下树的 冬笋 青豆 香菇 好 这时候 鸡蛋加下去 稍微让它润一下 然后最后来葱花 两次起香 刚才是葱白 现在是葱花 最后来一点点和虾子 我们两个炒饭 没放盐 食材本身的调味 好 好 成功了 成功 哇 好香啊 好香 我们先来品尝一下 好 这碗都是热的 对 碗都热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 一定是要热碗 热碗 热锅热油 然后热米饭 一烫顶三鲜 一烫顶三鲜 豆腐汁系的 就刚才你看到 切的豆腐丝 就现在做成了 这一碗汤根 所以扬州人的日子 你看一碗扬州炒饭 一碗豆腐汤 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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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绝配 美食是从我们品尝的烟火器当中得来的 这个是非常有烟火器的一道家常美食 真正要做到地道家常 食令特色 风味 口味 那一定是妈妈的味道 中国人的味蕾 一定讲究温度 对 不光是人情的温度 还是菜品的温度 这说好 准备回家让妈妈给我炒一个 这个颗感不一样吗 太好吃了 真好吃了 一个站在顾边那吃的 一个鞋都没剩 完全吃好了 很好吃 太好吃了 我们的还有几位我们朋友 能不能把这个打包带走 可以啊 可以啊 让我们的华洋美食 尝不到十街客地 那是最好的 好 来吧 谢谢 打包 你好 你好 你们今天好像逛得挺开心 还带着小花呢 可以 这个可以 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可神了 这是 爱心炒饭 对 这是正宗的羊肉炒饭 这个 你们看看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大师炒的 一个是院长炒的 嗯 我们看看这个老善炒饭 对 这油热了吧 可以了 他好像一边 一边拿勺子饺 善愿 他好像是不是 拿勺子饺 一边的饺 对 俩人弄来 这是亲子饭 好 这一人干活 八人伺候的 这不行 等会儿 先捞出来 先捞出来 我来 我来 再放点油吧 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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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捷 您一上来 我感觉这气氛这么惊险 对 有点乱 有点乱 咱们家的东西呢 等会儿 咱家的东西 还有特色呢 来 在这儿秘质 秘质 秘质 好 伴你走咱起 羊肉炒饭 来 装盘 快分盘 比较比较哪个好吃 你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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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都是远章炒的 其实另外一个是我炒的 没有 不是开玩笑 你要不要尝一口 再打 来来来 来来来 味道还可以吧 味道不错 我觉得它那个配料 应该都一样的吧 不一样 基础配料是一样的 应该盐多炒饭里 有腰果 你真的观察得好细致 这都是善愿的秘方 自己放进去的 这个里边是没有的 没有的 葡萄干 腰果都没有 这个是我炒的 但是我们三个家里 有点 秘方 这是善计炒饭 对 善计 绝对是 你们今天一个来 我家都挺精神的 这个都去哪了 我们这个 在寿西湖上坐船 船娘手摇着 手摇船 还叫你唱了首 杨州小调 可棒了唱的 可棒了 我们上了那个高处 居然没有任何高楼 寿西湖呢 是大永河沿县的湖泊里的 一个保护的典范 寿西湖的湖水和大永河的河水 是一脉相承的 它规模比较大 并且呢 它能够用南北景观特色 于一体 您提到大永河 我想问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的人力 财力物力去开造大永河呢 历代大永河 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 各地的大永河的开造 它是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 比如政治的需要 比如军事的需要 比如物资调配的需要 大永河它是一个国家政权强盛 物资调配和军事的一个工程 但是你想以前 大永河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能也是唯一的 但现在它肯定不是 它是有公路 是吧 公路现在高速这么好 还有空运 还有海运 现在的扬州人 这个大永河意味着什么 其实大永河今天 无论在航运的量 数量上和航运的质量上 意义还是别的不能取代 它的运费是 航运的二十分之一 它是高速公路的五分之一 它是铁路的二分之一 它的运量大 现在一个江南运河的运量 比京广金库铁路 两条铁路运量还大 并且它运的建材很重的 不太好运 它很环保 所以大运河 它的生命历程远远没有终结 那么从古至今 今天还要大运河 还要走向未来 它依然造福两岸的居民 它不像以前好多那种 你去当一个遗迹看的 你纯粹保护起来 它因为现在它是个活的 所以它就还是在发展 对 我觉得扬州这个城市 它的历史是和大运河分不开的 包括我们看到那些大运河上 方方面面的这些历史 就是好像真的是一条运河 孕育了滋润了 就是扬州的这一座城 这次来到扬州以后 你会发现你对于 运河的这个概念 构架得更立体了 特别看到 运河沿岸的人的生活状态 它不光经济富足 它内心也很富足 就是它很享受它这个文化 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沉淀 我就会觉得有更多的感激 这种沉淀 半里少年团在扬州城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对扬州城与大运河的关系 有了更深的体会 也感受到运河城市应运而生的独特气质 今天我来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和南京博物院的古良院长一起看看 大运河究竟被紫禁城带来了什么 其实呢 看的这个紫禁城呢 我们就想呢 它是怎么建造起来的 它是怎么运营的 那么建造的过程中 所有这些建造的原材料 是从南方征集的 像高档的 苏州的这个金砖 林青的这个城砖 顺着大运河 然后运到紫禁城建造 再也就是这个紫禁城 24个皇帝在这里居住 整个京城的这个支撑呢 很多呢 是靠大运河运过去的潮梁 这样源源不断的供给了五六百年 这个过程中呢 大运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还有呢 就是刚才谈的物质的比较多 其实大量的就是非物质的 包括呢 艺术 文化 工艺 源源不断的进入紫禁城 也说明了运河跟紫禁城跟扬州 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千丝万语的联系 大运河上不仅飘来了紫禁城 更带动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荣 扬州就是运河城市的一个代表 此时万里少年团员们 对其他的运河城市也展开了讨论 欢迎大家到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扬州是一个跟运河有着非常密切相关的城市 那么也是当年大运河生意的牵头城市 我想各位可以都表达一下你们对扬州的印象 扬州先来 又是我先来 排队打针呢 我觉得它很舒适 然后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 有它的文化 而且是很尊重文化 很有这个文化自信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扬州其实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它都是扬州本地人比较多 其实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本土 单纯的感受我是觉得 这个地方真讲究啊 吃的也讲究 然后风景也讲究 包括我就看到了大运河 来这儿我才知道它为什么作为一个牵头城市 它在这个运河中它找到了自己 而且这个自己它不光是找到的 它是传承下来 它就没怎么变 所以它这个在今天才那么独特 扬州这个城市就是 我不会觉得我是在一个遗迹上面看历史 我是在生活上面看历史 很多城市不是修这个小镇修那个小镇 你发现修完是一样的 可是扬州它恰恰就是 我们所有在寻访大运河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去看一个人为造出来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小镇啊 一个什么 我们都是在一些街巷中间 就找到了当时候它的那些古典 它有魂 对 所以就我觉得它的绵延感很好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就是很有疏离感 你讲的真是太好了 在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啊 很多城市出现了千层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确实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就是刚才孔良院长说的千层一面的问题 比如有的地方呢建房谷一条街 有的呢这个历史街区呢 它把老百姓呢给牵出去了 还有就是开始呢在运河沿线搞房地产开发 所以反倒这些呢就变成千边一律了 因为它缺少文化 缺少历史底蕴 缺少人们生活的那烟火器 不会好 我们还收集了一下网友的问题啊 而且还都挺犀利的 这是网友的问题啊 对对我们可以就是每个人都拿一个啊 看看网友们是如何的犀利提出这个问题 我这个啊 运河沿线有些古城已经出了名 我去过几个沿岸古城 觉得相似度很高 在我第一次去古城 我就觉得环境虽好却不真实 房古砖房古街匆匆走过 做旧的是建筑 而复原的再也不是真实的样子 这是 这网友挺深邃的 挺深邃的 还有点伤感啊 你看我这个写的是一轰而上的花钱打造景区 到哪儿都是一样 哪儿都和自己家门口一样 自己的家门口却不认识了 一些地方倡导的建设特色小镇如初一辙 不过是生搬硬套临摹效仿罢罢了 真正有特色的地方却被各种项目建设改变 就跟您那是一样的就是改的面目全非了 看来这是带出普遍感生活 对就是大家越做越像 越做越都是同样的 那么扬州为什么能够保持自己的特色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深入挖掘属于自己 我有他无的特色 不但保护那些静态的古遗旨 它还保护好多民居 就是乡土建筑 保护老字号 这些就是老百姓最亲近的印象最深的 寄托的乡仇的东西 他非常重视的保护 连续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 人们感觉这条街道才是有历史的 这种人类的文明才会有真实的内容 才会有你的记忆 就这种记忆其实不仅仅说 你非得是这房子要一模一样 甚至在你的记忆的深处 这种触发点是有 就是你一触发它它就有文化的记忆 就是老百姓就充满自豪感 也激发的自尊心 我是被别人羡慕的 他就会珍惜自己故土的这些文化 就是年轻人都更愿意留在家乡 对 喜欢自己家乡 喜欢故土的年轻人越多 这是一个好现象 这就守住了 对 护住了 我觉得这是扬州非常珍贵的 宝贵的可以推广的一个经验 对 我们体现扬州的生活 不仅仅是体现在扬州古城上面 还要体现扬州的美食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 最简单的扬州的点心 请各位 品尝品尝 我还不客气了 好好好 小时候这个是要 过鸡热的时候才能吃到 太好吃了 一会文化大师见 知道是什么吗 不是 多米洛古牌 哦 如果这个一旦成功了 欢呼一旦要是不成功 再搭那弹两天才能搭起来 一定要成功 必须成功 富裕酒鬼 守护事宜 富裕酒鬼 守护事宜 我觉得好玩儿 看热闹 然后还觉得就是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大阵仗的多米洛古牌 这也壮观了 这个 我一到这儿我就感觉 就卖不动步了 就不敢动了 这是心血啊这是 这是搭着运河的线路 太阳 太阳 辽城 德州 澎水 澎湖 我很喜欢多米洛古牌 然后看着整个大运河出现的时候 觉得很是震撼 然后很是喜欢 这个是咱们运河的隋唐县 对 这运河的隋唐县 对 这边是红色的硬色是金唐 太厉害了 院长这回玩儿嗨了 是 这比那600架直升机还厉害 这是故宫 哇塞 感觉很激动啊 感觉要那种 感觉要火箭发射了 今天以各种形式 体验了大运河的开头过程 先把它都马上去 然后再调 您想看哪儿院长 嗯 我这个搞建筑的 稳住啊 我觉得还是很有创意的一个走往行动 把三万多块骨牌排列起来 营造了一个上千公里的大运河 再现大运河 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它所带来的骄傲 和它所塑造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 都弄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 我们万里少年团一行来到我们的扬州 那么两天来亲自建造了我们扬州世界遗产的魅力 也建造了我们扬州成为世界遗产以后 人们保护工作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希望大运河更美好 好 现在我宣布我们启动仪式 三 二 一 走 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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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一直无限地走下去 往里传传传传传 哇 走 哇 它好慢啊 真是跟小的节奏不太一样 对我以为发热出去了 走 哇推倒了 哇 哇 好有趣 哇 有刺 天下粮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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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灯了 亮灯了 杭州绍兴宁波 沿线的城市亮了 沿线的城市亮了 鱼 哇 哇 哇 好有趣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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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新苏州 苏州亮了 胡锡亮了 长州亮了 杨州亮了 杨州亮了 哇 哇 繁华 乙 延 盛 啊 延盛啊 哦 走了走了 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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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了 淮安 苏州 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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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秋 开工 哇 好有趣啊 好 一脉传千年 哇 这这么大的硬圈 哇 这这么大的硬圈 啊 这这么大的硬圈 新江亮了 特别亮了 安陽亮了 韩丹 韩丹 西河北 好 西河北 淮秋 德州 藤水 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天津 哦 北京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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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紫禁堂 哇 五门亮了 哎呀 这五门好帅啊 哦 哦 最后 哦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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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哦 哎呀 哦 哦 哦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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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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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这条古老的玉河 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扬州城 奔流而来 积起千里烟波浩瀚 荡起两岸烟火日间 它如流动的血脉 满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 卷席着运河畔的乡愁 速流而上 一路向北 流向祖国的心脏 注入薄薄的生计 站在鼓楼上跳望中卷 中招县是一个立朝立代 不断发展立朝走卷 充满故事的地方 充满故事 真的是 这都是当时的老字号呢 满眼都是好吃的 搞得我们都很饿呀 现在这个 北京中招县也是一个生活的载体 这个现在这冰上运动的人还真真多 师傅理发的 我给葛侑老师礼发吧 葛侑老师不太用礼发的话 那随随表演了是吧 欢迎李老师一行 小院的门向你们永远开 哎呦 中招县真的是又传承又创新的一条走线 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它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的载体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杰作